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集的《双授一刻》 今集我们的嘉宾继续是Penny王 Penny Sir 嗨,大家好 我们上一集讲了很多种子的东西 地步骤,还有很多种种金钱种子的各样 今集我们讲什么呢? 今集我们讲提升版,升级版 上一集我们讲赚钱 有时问Penny,如果我真的已经做了三个月 或者是读书会一段时间了 我觉得这个方法和我做的习惯很相应 因为很重要,学习很重要 一定要那件事跟你有相应 你觉得这件事是我很想坚持的时候 我就会跟大家讲,如果你理解了 接下来你要做什么呢? 有三件事的,如果你要持续成功 第一件事就是要继续种好种子 第二件事就是要消除坏种子 消除有两方面的 一个是新的,一个是旧的 如果你不消除坏种子的话 你的好种子打开的速度比较慢 或者可能一路有些东西卡住了你 有些阻碍 常常事事都不能够信心如意 第三件事就是提升你的学习的智慧 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现在学习种子法则 但是你的智慧是不圆满的 是有漏的 意思是什么? 原来听明明四个步骤 你都听来听三个步骤 你当然有些事情做得不对的 或者最重要的事情是 Coffee Meditation 哎呀,我的样子都做了 但是我睡着了 Exactly 很多人都说 不是呀,Pandy 很容易而已 很多人很有趣的 四步骤之后 一定是一步出问题的 我尽管学生出问题是哪里呢? 就是第一个步骤 他说我有种种子 然后问你的目标是什么 说来说去都说不出来 他们就是和你的智慧有关系 我们在说一般 在我们课程当中 永远都是讲很多表面原因 表面原因有很多 可能关于导师怎么教你 当时你精不精灵 听不听得入 刚刚和Esther在讨论 他记得一些 十几二十年前的课程 很厉害 那种种的理由 但是回到深层的原因 都是一样东西卡住你 就是究竟你有没有一个 学习的种子 或者智慧的种子 或者我叫做 善知识的种子 这个也很重要 你有的时候就怎样呢? 就是不要介意 你在任何讲师身上 都听到善知识 我常常都很喜欢 去不同地方学习的 可能无论是真神阿拉也好 就算在讲 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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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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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 是的 无论有什么阻碍着你 OK 那我说说少少 你就帮忙说少少 好 那大家很有兴趣 听一下我们自己 可能有什么的坏习惯 坏嗜好 会阻碍了我们 刚才说 金钱 金钱主打的原因 我自己呢 在听这个种子法律的时候 在想 其实我平时个人都很nice 赚到钱都会 分享给员工 都不错 那我做了什么事情 究竟是坏习惯呢 那拿个litch来一提 那其中一个呢 我自己呢 以前的坏习惯就是什么呢 赤到 真的 我们这次叫做什么呢 香港人就叫精准 精准就是什么呢 总之今天我们约上来做节目 三点钟呢 我们就刚刚三点钟进来就叫精准了 但是很奇怪的 永远呢 你这么精准呢 总是有一两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 就有少少意外 可能就像一两分钟来 自己很赶啊 是不是 那我就想不要紧了 遲到一两分钟 是不是呢 以前不懂得 总之法律之前就觉得 喂 为什么体谅我呢 是不是呢 约我上来做节目 我就迟到一两分钟 很闲的事 是不是香港的 15分钟 OK啦 15分钟不当是迟到的 香港的 不知道什么的规矩 我以前没有留意的 但是当我搞课程之后 我就慢慢留意 原来大家觉得那15分钟是很理所当然 那而 而 特别是吃饭 Exactly 约个朋友吃饭 打算明明你12点钟吃饭 你会怎样 12点零五分 才说 我差不多到的了 在附近 那这个是 普遍来说 很多人的一个 惯性来的 那我学准备法室的时候呢 那 Gashberger就说 他说 你要知道呢 不是钱才是钱 时间 等于钱 也等于生命 因为我们用时间去赚钱的嘛 所以如果 你现在今天 你是令到对方 損失了时间的时间的话 就是令到你損失了钱 是不是 那这个是其中一个呢 非常之严重的坏 很严重的 所以有些人问我 Penny 你是不是很有空的呢 例如约别人去做节目 也好 你都会提前半个钟头 一个钟头去做 这个呢 其实不是由我开始做戏的 其实是 我认识K妈咪 可能你记得是谁 当然记得 是 台湾K妈咪 她有帮忙去 K妈咪是什么呢 她是 之前在台湾 帮Cashberger做翻译的 有几个很成功的地方 她是一个很厉害的讲师 很厉害的翻译 还有 新教我们如何去做这些法室 是啊 她新教很厉害 很多次我去吃饭 去见面 她都提早到 甚至乎有一次 她去Center 去分享 她很紧张 不是因为她说内容不紧张 她是很想早些到达现场 那我就问K妈咪 我说你为什么要这么早呢 我说搞错 明明别人约你1点 你竟然11点半 就打算出门头去北角的时候 我说早太多了 她说不行不行 我起码要早 半个钟头 到45分钟到达现场 因为主办单位会很安心 嗯 我听说真的很惭愧 我做这么久的讲师是怎么样 喂 真的不要介意 人家1点钟开场 我都十分钟到场都给她面子 对不对 那这个是以前旧的习惯 但可不可以我发现K妈咪 她说 当你每一个时间 都有这个善念 去帮别人的时候 其实就是帮你自己 你的活动会更加圆满 你的供销更加顺利 因为你做这件事的时候 你就会自然 在意识也好 行为也好 都重要是一个好种子 所以第一个话习惯 如果大家要改的话 我觉得这个值100万以上 就是迟到的种子 因为迟到就是会令你破财 会令你想要的关系迟些来 总统大家都不想发生 那我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就迟到 但仍然是贪小便宜 特别呢 我们香港人做生意 就是捏人家钱 尤其是在大陆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我自己就是中间线 什么叫中间线呢 我自己觉得 要给一个合理 让别人赚 但是通常我们这些做老板 就不成功的 因为呢 不懂控制那个成本 那我太太这方面 就会对我做得好一点 就是她都会说 喂老公呀 这只杯 是不是先 在不知哪里 在网站买得到的 便宜点的 品质又很好 那这些我就交给她 但我想说的东西是什么呢 不要不要不要 千万不要去拿别人的小便宜 或者去捏人家 捏得很厉害那种 是啊 那这个也是 亦都另一个呢 令我们破财的习惯 那挺颠覆的 什么叫颠覆呢 因为很多老板 赚钱的方法是什么 尤其我以前做厂那一班 就是 如果做厂那一辈的想法就是什么呢 喂 要生意成功就怎么样 控制成本 是不是 卖卖得贵 人工给便宜点 中间没有一个差价 喂 你想想 以前呢 做厂的人就赚8% 10% 很厉害的啦 所以他们 拿得很厉害的 你知道金铺赚多少 金铺5% 2-3% 大家不知道 大家可能以为 哇你也好 家里开金铺 这样 我 exactly 知道对夫妇 他们为什么不做金铺 而转做鞋铺呢 他就说 其实我们金铺的力量只有2-3% 如果那天呢 他家族生意有2-3间 开了不知几十年了 他说 只要那天 那个地方加租 或者是有些什么 例如爆水渠 或者冷气坏了 你那个月就没钱赚了 是啊 我说这么少吗 他说很少的 所以他就去做鞋 他就 怎知道就是 你以为是这样 其实不是啦 结果鞋那里就虧得更多 就后来回头 就给心机做好他的金铺 结果一年开十几间 哇 厉害的 这个故事 是啊 所以今次呢 贪小便宜是一个 我经常说 一个不好的种子 会令到你自己去破财 那我先不说 总之法则先 我曾经是 签单签合约 那因为我是他的 我叫做 re-seller 就是我帮他代理 就帮他买 那通常 就是确实说 他就给了一些 广告位置我 我帮他买 那我第一次 有个老板问我这个问题 他说 年轻人啊 你这个分佣分成给你 你赚你够不够吃啊 那我当下 有点感动 虽然未跟他做生意 但他已经顾及我 究竟我赚了一个份額 就是刚才你说 我刚才说 3个% 但是我那个份額 究竟不够我自己的 灯牛火纳呢 那我到现在 我记得这个画面 就是成功的人 真的很大方 就是他会很 顾及其他不同的 生意伙伴 有没有钱赚 所以 第二个提示 就是刚才我说 喂不要贪小便宜 OK Esta 你呢 我曾经 就以前 刚刚做完Poli 出来 我是讀Design Advertising 那我曾经 去过一间 港澳公司 就有个犹太人 开的 那时是Between Jobs 就是要赚新工 那样 那时很流行的 上门就跟人做freelance 是的 没错 接着呢 就做完个project 好像一个星期 那样 完了 接着老板叫我入房 他说 你都做得不错 你多少钱日 我说老板500元 其实那时500元日 是挺不错的 很多的 讲90年代 对 挺OK的 是 是 很小的时候 他就说 蛤?500元? 你起码值600元 有什么500元的 我加100元日给你 那样 没事了 你可以走了 完了project 我呆了 这个是我有生以来 即是那时很年轻 那时二十多岁 但是 你不会见 如果这件事 通常会是怎样呢 就是 叫你进来 你的project做得很一样 你本来多少钱 五百元 我觉得你真的很不值 是 是 400元 四百五算了 就是来拿你 然后跟着 我东西都做完了 你这样说的话 我都会想出粮 唯有拿颈就命 是吧 但这个老板不是 他竟然说 五百而已 起码都六百 我和会计说 你这个星期每天加多八 嗯 我就是 原来这个世界是有好人的 是吧 他做到这件事 对于他这个大老板来说 一百元一日不是东西 没错 但对于我这个小朋友来说 原来有人对我这么好 那我也会对人好 嗯 嗯 嗯 一定是 是啊 而且 刚才你分享很棒 一个 很多年前 是吧 格西老师来香港的时候 分享一些 我们会破财 关于做生意上面的东西 好啊 这个很想听 刚才我们聊天说 是啊 这个很想听 那原来呢 那原来呢 格西呢 其实 właściwie instantela 没那么近 好早的 再早點 你想想早到只有10個人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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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那時候沒有人知道格西是補的 那時候有些人不識貨的 還有主辦單位搞得不好 只有10個人而已 十幾個這樣 整班都是上課精 那當時呢 這個人挺有趣的 穿了西裝 他的樣子跟現在是差不遠的 差不多 差不多 那他又拿了一支筆出來 那時候講完之後 不知能幹什麼 聽第一次嘛 誰知道說什麼 好了 但是他那天的那個訊息 對我來說非常震撼 他就說什麼 你們做人做事 不能夠用翻版 OK 那時候我呆了一會 心裡面拼他 你這個腦袋叫人不要用翻版 那一年代香港沒有人不用翻版的 沒錯 貴的軟件 便宜的軟件 全部都是用翻版 九幾年的時候最多是VCD 哪個戲不是看翻版的 那我還跟Poly和我分享 那天晚上聽了一個外國人說話說不要用翻版 那我的朋友呢 他就是做產品設計的 就是產品設計 我是讀廣告設計的 OK 他說 喂 Esta 你們只有Microsoft 三千五元而已 他說我們那些 Apple很貴 他們那些 那些做產品設計的 那些是十幾萬 對 他說 有什麼可能不翻版 我說 我就跟你說了 你聽就聽不聽 不聽 然後然後 他說不要用翻版 為什麼呢 他說 因為一個人 一家公司 無論他是用幾百萬幾千萬 去設計一個名牌手袋 或者他是用幾百萬幾千萬去拍一部電影 電影就是幾百萬不行 拍一部電影 或者他是設計一個軟件 一個軟件 或者是什麼東西都好 他用那麼多錢去設計一個產品 好 終於出了 By the way 這個杯是七百多元 這個很漂亮 這個是一個叫做 乾堂杯 你剛才 我倒過的涼茶給你 對 你這個杯和我這個杯是不同的 很漂亮 而且他一世保用 即他不需要十年八年沒有用 OK 然後 他說 人家用那麼多千萬 多少百萬去研製一件 設計一個手袋 什麼都好 你幾百元 就買了人家的翻版酒 這個等於什麼呢 盜竊 是一個知識版團的盜竊 盜竊 盜竊有很多種的 有這些翻版 就不會直接令你坐牢 是 但是做那個坐牢 你用的不用坐牢 但是你是同謀合污 即我們同謀合污 那你要有人買 他才會做 對 於是怎樣 他說 你千萬千萬不要這樣做 因為不要想著做這些東西 是不租天遣 是一定有報應的 這個不是他說話 他講英文 這個是我的了解 是 OK 然後跟著什麼呢 就是 不單止不要用翻版 還要千萬不要去偷公司任何東西 OK 例如是什麼呢 我們那個年代呢 最流行偷公司什麼呢 萬節夾 那些小東西 你不說是偷的 只要拿的 方便嘛 拿個萬節夾 白膠章 無改型 拿捲膠紙回家 兒子說沒有 然後拿一張紙走 然後有公司拍印 你自己的東西 還有什麼 這個最多 用公司的IDD打長途電話回到外國 多了 因為那個年代打IDD很貴 但是公司便宜很多 我很多同事都是 打回加拿大給媽媽 打去英國給爸爸 那些 然後還有什麼呢 偷郵票 又不叫偷的 就是拿幾個用 記自己記信 我們以前呢 是因為 就是多謝格西 因為我聽了這個talk之後呢 第一 我就先戒買 然後 然後家裏有很多 翻版電影 那些什麼VCD 然後還有一些鞋子 爐箱 成A4 是不是 然後 電腦軟件都停了 就沒有買了 已經 就直接買正版了 是 很大決心的 第一 這個老外來講 他那時候未出書未成 你怎樣 要講真還是假呢 還有你行得通 我是不是一樣行得通 那不管 那我就照跟他 然後慢慢慢慢 家裏的所有的翻版 全部用爛了 壞了 就不再用翻版了 然後就怎樣呢 我當時在公司做事 公司 如果我要寄信 我 我的郵票分兩種 公司的郵票 就是用公司 就是公司的東西 是related的 用公司的東西 如果我自己的東西 我用自己的郵票 然後呢 如果我沒有的話 我就跟公司 就會買些郵票回來 就譬如我買10個 我自己用 用來寄自己的信 有時候阿嬸都會說 Esta 你這麼高級 因為我是Head of Sales 我私受總監 他說Esta其實是沒有人敢做的 他說你不要不煩 你全部拿去 我說不行 因為這10個 不是公司的信 是我自己的信 我叫你收就收 既然你都說我高級 那你為什麼拼我嘴呢 收 隨便吧 你喜歡怎樣怎樣 那我就照付錢 我是不會用公司的萬字夾 嘩你真是 當時你真是奇葩 奇葩意思是 可能你跟別人在做 你真的有點不同 到那時候是 不止 那時候我跟阿彤 因為聽到格西這一堂 對我影響很大 那我就呢 我以前做Selling的時候 有四級的嘛 我就是最高級 是 我們叫Sales Director 不是 我們叫Division Manager Division Manager 下面就有 Group Manager Team Manager 和這個 Consultant 是 好了你想像 我們四級的人 四個級數的人 一起去一個社交的場合 然後去找客 假設這個是BMI 或者假設這個是蘭桂坊 是 好了 有一個大Party我們來找客 OK 好了 剛巧你就是我們的目標 是 你又有些興趣 是 然後你又認識一個Consultant 你又認識我 是 好 那你要光顧誰 正常都會去光顧 Consultant 正常光顧高級那個 你每次都知道 你會覺得他知道更多的東西 對 沒錯 你會覺得他知道 會給你更多的好處 你覺得他比較忠誠 因為他做了很久 是 或者能夠比較其他資料 可以給你當作優惠 是 是 然後Consultant就找不到東西 是 好 我們的公司的規矩是怎樣 不是公司 是我隊伍的規矩是怎樣 但是如果有四級 然後兩個人欠同一個客 即是你既是Consultant的表弟 但是你是又是隊企員 你還有一個舊男友 你不要想太少 經常出現 不知為什麼 他們經常都會遭客 整個香港有750萬客 你們是不是經常遭客 他們就經常創造自己 Anyway 你高級那個就要讓給低級那個 你低級那個找到食 他可以留下做事 你的生意才會穩固 如果你每個都是 我要跟他爭的話 下面三級輸了 你不可以當他爭 然後第三個 例如Agro Manager要爭的話 Consultant一定會輸 你的團隊就倒閉了 所以我們的團隊不同 總之任何人我不理你 他們一定會說我跟他比較熟 然後他會說如果這個我比較熟 我是舊男友來的 要是你一個月內誰能簽到 我們定很多規矩 那個摩擦去到最低 但是最終是什麼呢 其實都是阿格西 他那一次講的talk 我後來想回 其實那晚聽過talk 他對我很大影響 以至到我生意是非常好的 然後我後來 再現在才回想回頭 現在才回想回頭 為什麼當年生意這麼好的呢 就是因為 有圈我告訴你 好 那就在這裏停了 賣個關子 為什麼我們當年生意這麼好的呢 是 我們斬一下part 1 20分鐘就飛過了 那我們在這裏停一停了 如果在看youtube的朋友 如果你想看我們 以下精彩的內容的話 聽完我的答案的話 就快點subscribe了 快點成為我們的會員了 那我們在這裏暫時說拜拜 拜拜 好 拜拜